五月跟六月份的薪水比四月份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的民众 从今天开始可以开放到劳动部的网站 线上申请全时劳工生活津贴的补贴一万块钱 不过只能够选择一个月份的申请 粗估第一个阶段申请的劳工 大约会有八十万人受贿 在玻璃门贴上健身房公告 列出最新防疫上课规范 终于攀到微解封 健身房也蓄势待发 近两个月停业下 让教练薪水跟着大砍 四月份疫情还没发生前 大概一个月会有120几堂克 然后就红色部分 那目前如果疫情五月中过后 目前的科长住都是归零 劳动部发放的全时受雇劳工生活补贴 只要就业保险月投保薪资符合 以及五六月薪资较四月减少百分之二十 而且当月月底仍在同一个保险单位加保 就可以在七月十二号或二十三号申请办理 日五六月份的薪资都减损了百分之二十以上 想要申请全时收雇劳工的一万元生活补贴 只能两个月择一 请领一次 不少受影响的劳工申请时间一到 改进到劳动部网站申请第一梯次 预计约有八十万人受惠 每个月的薪资是用底薪加奖金 那大概每个月几乎会到六至八万左右 如果课量比较高的教练 那可是疫情爆发之后啊 我们现在目前都是只领底薪而已 那底薪其实就是两万四千元 虽然韦解峰让健身房可有限度营业 但在拉大上课空间与课堂间隔下 可上课的糖数也只剩以往的两到三成 教练薪资依旧很难回到正轨 微解峰的话对我们来讲 其实学生上课量可能 第一个月也只有十几堂课而已 因为学生也在担心 那这样子只大概增加几千块的奖金而已 面对三级警戒仿佛看悟到镜头 该如何与新冠病毒共生 成了各行各业急于寻找的生存之道 东森财经新闻杨昭谢维仪新北市报导 会员下判用 感谢观看